大家好 百合花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花卉 尤其是插花 那么百合花 如果说我们不给它做处理的话 它的花会凋谢的很快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招 能让它这个花多开20天 这个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给它多剪一刀就可以了 我们要剪的位置就是这个花蕊 一般百合花它里面有熊蕊 有瓷蕊 瓷蕊的话就是里面最中间的这一条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条 我们只需要把顶端的这个位置剪掉 不给它受粉 把这个小黑点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那么它不受粉 它这个花就会开得更加久 如果一受粉的话很快它就会凋谢 因为它有孕育种子 当然了修剪完整之后 我们还是要给它多补充一些高磷甲肥 比如说像这种水用肥磷色金甲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给它浇灌 每次土壤干透了 我们都可以给它用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这个花开得更加长久 我们除了用磷酸金甲浇灌它的根部 同时我们最好结合喷雾的方法 喷一喷到这个叶片 但是我们喷雾的时候也要避免喷到这个花瓣 避免出现肥害 直接喷一喷底下的这些叶片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根部还有叶片同时失收 零严肃 这样的话这个花开更加长久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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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